接下来我们画图绝对是拿过来 就是重复来去绘制 所以直接滑鼠右键点各线是所得收入漏斗图 复制页面 那就放在最后面了 我这一张我想要去做假设 各线式的同期比较 好所以各线式同期比较 那显然在这个地方 这张图要改成别种图来呈现 请问一下同期比较最合适的方式 是不是用折线图 所以选它来去点折线图 可是请记住 我们的轴 我们的轴其实在做大数据分析 几乎我们的横轴都是绵 都是时间单位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先呈现绵好了 不是区域别 所以请把区域别 移走 然后搬到这边 因为这年是不是各年 所以这个时候你的年就要放全选 好 那接下来呢 你是不是会希望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我想要看台北市跟高雄市的同期比较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一个这里面 我想到的是图例 也就是说轴是时间 X轴是时间 Y轴不会变 因为它就是直 可是这边有一个叫做图例 图例我就可以放限式 例如说我把区域别放在图例 例如区域别关掉 我要请大家看台北市 台北市 所以就勾台北市 还有高雄市 这样比不好 这差距太多了 对不对 所以不要跟高雄市比 跟新北市 新北市也不好比 因为台北太高了 刚刚看第二名是谁 新竹县 好 新竹县 新竹县 可以吗 那刚刚点到新竹市 新竹市 请问这样子的话 就是它是不是相对是比较接近的 就是你一定要把这个时间走 一定要从旧的时间排到新的时间 好那怎么去做这张图的一个排序 点选这个点点点 排序轴 因为这张图要做排序 它当然会放在更多的这个地方 然后排序轴 然后这边请选棉 我依照棉 依照棉 可是一定要旧到新 所以点选更多排序轴必增 所以从这边我们大概可以发现 台北市是逐年在上升 但是它也有下降 它有下降 例如说2013它就下降 所以它最大的差异会落在什么地方 会落在这个 再一面 再一面 我们下期见 会 跟 有点 有点